音樂 你們會想去嗎 講去喔,別想啦,就這樣 我看一下 好看,我決定了,我們下禮拜的考試就訂了禮拜四 至少可以擋住一個班不要去好了 禮拜四考,禮拜三你們晚上就給我熬夜念書 沒有,有人說要正常讀書 可惡 好,回來 這個時候才會正常讀書 我在講喔,剛才講也是對的 你念數學 你明天要考數學,今天才念 那怎麼有用 對啊 你平常就要念 要考的前一天反而不要念 看看自己平常念的有沒有念化進去 要有那個sense 想當年,當年我考數學 只要老師明天要考數學 我就很開心,因為今天晚上就沒功課 你懂嗎 我就是用這種心態在面對數學考試 你看 這樣坦然面對阿 才會自己知道自己讀進去 有沒有變成自己的知識阿 你懂嗎 我不是記憶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昨天講到的那個 那個 定義了嘛對不對 我們把那個高次函數 高次方 我們學會微分了嘛對不對 好,他打函數的做法 我們已經做完了嘛 那我們到底 那三角函數的微分講了沒阿 這個笑話講過了 阿有證明了嗎 沒有 有看圖喔 有看圖喔 還沒證喔 天阿,你們進度正好 落後兩節課 就剛好兩節 對阿,就上禮拜兩節 禮拜五有兩節課阿 早就不要檢討了 好啦,我們看一下阿 那這邊的話他其實在講sine跟口sine 我們已經知道sine的微分是口sine 口sine的微分是誰阿 副sine 好,但是這時候是物理老師有偷講 不然就是你自己偷學 可是原因是什麼 你有沒有證過 你會不會證 阿,很好阿 很簡單阿 因為證明其實就是定義而已阿 所以如果我們要證的話 我們來證一遍吧 所以我們要證明呢 我們來開始證明 為什麼sine微分是口sine好 所以link 那這個證明呢 是為了後面我們還會用到 sinex link hs等於sinex 好 那我要證明之前 我要把我們以前 早就不好的局阿 先拿進來 先放著 有幾個公式阿 和幾個結論 我們在以前就證過了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在上面 默默的掀起來 我們現在已經有先備知識喔 先知 我們有先知什麼東西 第一個東西就是 當limit h趨近於0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 sin h除以h會等於1了 這個早在我們在 教極限的時候 就教過了 尤其是在教 加極定的時候就教了 還記不記得 因為 sin h除以h它其實會加在 兩個東西之間 那哪兩個東西呢 你去往前翻 因為前面的證明 我是這樣子寫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sin x 除以x 那個時候我們用x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教 函數的極限 因為它會 小於等於1 大於等於cos 所以當你 x靠近1的時候 x靠近0的時候 x靠近0的時候 那cos0就是1 右邊的1還是1 所以我們為什麼 會知道這個 這個時候你就要 借助有一個圖 那個圖就是這個 三角圖最原始 半徑等於1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定了一個弧度 叫做s 請問一下 x剛好會是哪一個長度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就是x sin會在哪裡啊 sin會在這裡 那還有一個人 他這個名字叫做誰 tangent 拉出來一點 好 那那個時候 你可以透過觀察 知道這三個線段長的 大小關係 就是綠色 小於紅色 紅色小於黑色 之後 寫好之後請你給我 製造出這個比例關係 好 那怎麼知道這三個的 線段長度 為什麼綠色小於紅色 紅色小於黑色 我們可以利用三角形面積公式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還有一個扇形 還有一個黑色的三角形 大小關係應該一目瞭然嘛 圓內接三角形 不是圓內接三角形 在這個扇形裡面的 這個小三角形 面積一定小於扇形 那扇形的面積一定小於這個 外切的這個三角形 黑色的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三個的關係 是最後就推出這個 那這個我們就不累贅 你就自己要去推一下 因為家機定理 就可以讓你知道這件事情 一樣x靠近0 就是h靠近0 所以這個就是1 好你今天知道sin 這個會是1 好下一個咧 基本上我們還要兩個 但是那個是你找就會的 一個叫做合插角公式 另外一個叫做二倍角公式 好那 合插角 以及二倍角 的三角函數公式 OK 這你知道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如果忘記 我們再複習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怎麼去找 sin的微分好 就是要將hs微分好 所以h pluss 按照定義來講就是limit h趨近於0 好 x加h帶進去 那就是sin 括號s加h 減掉sinx 除以h 好寫好了 按照定義就寫好了 那寫好之後接下來 你總不能放著這樣 不管它嘛 所以sinx加h 你就應該要用什麼 合插角公式把它打開 好所以這個時候 我開始往上拉 留一些空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得到 limit h趨近於0 好 那因為為了等一下方便 我們的合插角公式 我現在背一遍給你聽 叫做sin cos sin 加 cos sin -sin sin x 除以h 好笑了 你在看我寫的時候 我只是 我只是把這個打開的時候 不要一口氣放好 我就把它放成這樣 這樣子 這有一個c 怎麼不見 sinxcosh加上cossinh 啊 減了我把它往前拉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sinx它也有sinx 我想要跟它黏在一起 就這樣而已 好按這個時候 我們目的應該已經很強烈 已經展現出來 你知道這個等於多少 1啊 所以在h趨近於0的時候 我告訴你 後面那一坨已經收斂了 這裡有兩坨東西 我只要能證明這兩坨都收斂 那我就可以試則運算 那我已經證明好後面是收斂 為什麼 來請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讓你看到 跟上面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一個東西是收斂1 好 那前面那個東西 前面這個東西是什麼 前面這個東西跟h沒有關係 所以h趨近於0 我就是cosx 所以我們也打算要改變它 所以請問一下 後面這一個東西 是不是收斂值 cosx乘上1就好了 所以我們已經證明好 後面的收斂值是這個 好現在只剩下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到底收斂在哪裡 h趨近於0的時候它收斂在哪裡 好那我們現在先講 我也知道答案是cos 所以你當然會希望綠色收斂在哪裡 0 對不對 那你不能直接寫0 所以你要去證明為什麼它收斂在0 好 那因為這邊偏幅不夠 所以我們在旁邊 剛好還有一個小空間 我們來說明為什麼綠色那個框框 在h趨近於0的時候它就是0 我們要證明它是0 這個時候 因為它收斂在0 它收斂在cosx乘1 所以四則運算 所以出來答案就是cosx 好我們現在來說這個為什麼是0 好那要說的話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 這個葉馬很累贅 我把它塗掉 好所以我們在旁邊來開始證喔 因為它正的東西是sin x乘上cosx -sinx 所以我們今天將sinx提出來 cosx-1 就出現 除以h 這裡limit 好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 你剛才為什麼要把 要把這個東西 從-sinx拿到後面去 是因為你們說你們兩個都有sinx對不對 那我就應該把你提出來阿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現在要證明這個東西的極限 好我先做一個簡單的分解 好分解到這邊好 那現在我們目光就只看這個就好 好這個時候我們只要看一下 我們目標都知道 我們要找它收斂 而且還收斂在0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有沒有收斂 HQQ0它還是sinx 所以基本上sinx就是sinx 你要證明的是這個地方是0 這個是sinx你要證明它是0 它乘以0就會是0 好現在它為什麼是0 很好 請問一下 口算h在趨近於0的時候是1 好這件事情你已經讓它進來了 你讓它進來它趨近於1 1-1是0 它h也進來了阿 那它下面也是0 那0除以0 為什麼你要說它是0 你懂我意思嗎 這裡會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 因為你知道h趨近於0 它很像0 它很像1 口算0很像1 1-1就是0 那你說這樣子的話它是0 那我問你 那h都進來了 那為什麼這裡不是0 0除以0為什麼還能讓你用 0除以0 只能讓你確定一件事情 有機會收斂 該怎麼收斂 你還是要叫limit先出去 你先不要讓它進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解決這一個問題 你要先搞清楚怎麼解決 所以這裡 我們先讓limit出去好 所以我們就假裝沒看到 沒看到這個時候 你就會去想 它應該不是問題 我應該是這兩個 怎麼樣讓這個h 可以有抵消的動作 或者是有別的合成的動作 所以這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簡易很累贅 所以我們就要用到 我們的下一個公式 二倍角公式 你說老師那裡有二倍角 有阿你沒看到嗎 h就是兩倍的半角 那 cos二倍角公式有四個公式 cos-sign-sign-1 2cos-1 1-2sign-1 還有什麼 tangion系列的對不對 1加10 1加10平分之1-10平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現在要用的是哪一個 有辦法把-1拿掉的那一個 是誰 1-2sign 平方2分之h 看一下對不對 沒錯嘛 那我們有沒有順利把那個-1拿掉 有好 那做到這邊 你大概應該有心裡要有感覺 天啊 誰想得到啊 所以你在想啊 就是要你想到啊 你才會變成不一樣的 你懂嗎 好 你自己要去思考 你在做的動作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想辦法跟樓下那個h 要有結合的機會 而現在你早就有跟樓下h結合的機會 三角元素跟h結合的機會 最容易的就是這個 可是我現在看到的影子是 老師我樓上我看一下 我先幫你整理一下 1跟1消掉了 剩下的是-2sine²h -2我幫你留下在旁邊 sine²h我幫你寫好了 那個白色的 他在報復我了 我知道 他好像可以把移到最下 他有移到最下嗎 可惡 你就不要出來搗蛋 三掉就會這樣了 還好這樣還OK 好這樣 可以嗎 下面是不是1-1就消掉了 -2我幫你提到外面去 sine²我幫你寫兩個sine 請問一下 你sine2h 2分之h想要除什麼 如果這個地方 之前我們教你的是這個東西 等於1 那你現在如果是上面是除以2 那下面剛剛也要除以2啊 那這個時候他才會去0 為什麼 所以 這個時候你就會知道我現在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把這個東西樓下屬於2分之h 這個樓下也要寫一個2分之h 可是你要考量一下現實 那個現實是什麼 你明明只有一個h 你現在幫我寫成2分之h 又2分之h 那是乘的 所以你把我的分母改成什麼 4分之h平方 所以你要不要還我 要啊 那怎麼還 這裡乘以4分之h 平方 平方 這裡再寫一個h 這個4下面只要寫上這個 所以我要還 這個東西跟綠色的這個h一樣的話 我只要製造這個東西就好 所以你要想得到 所以 我現在只問一個問題 我現在紅色寫的這個東西 跟這個綠色寫的東西 有不一樣嗎 一模一樣啊 我在寫一模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這個一模一樣 它讓limit進來的時候 有東西可以做了 看著 為什麼它有東西可以做 因為這時候 它的極限在算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它收斂在哪裡 收斂在這裡 它收斂在哪裡 收斂在1 它收斂在哪裡 收斂在1 它收斂在哪裡 收斂在-2 它收斂在哪裡 它收斂在0 我每一個圈圈都是收斂數列 我沒有那個0分之0的東西給你看到了 我現在已經把它避開了對不對 所以請問一下這個時候我說它的收斂值就是收斂數列的四則運算 因為我每一個圈圈都是收斂 對不對 那我收斂數列四則運算就進來 那進來之後你有沒有發現它最後乘上0 最後答案就是0 雖然我們花比較大的功夫去說它為什麼是0 有同學說老師我就說它因為它很接近1 所以1-1 那這樣就很難自圓其說嘛 0除以0就是我們之前講的不能這樣子做啊 因為0除以0到底是1還是0 對啊很像0的東西除以很像0的東西 一樣的相處耶 那個一樣不一定一樣 你懂嗎 OK 這樣看懂 這樣有問題 好講到這邊有問題 沒有了 沒有了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得到 你有沒有證出 綠色這個東西是0 有好那證完 sine微分就是cos 好到這邊有問題 好那同理可證啊我講一下 同理可證cos微分為什麼等於負sine 請你自己再算一邊 你自己用 這個技巧就好了 一樣的技巧 你就做完了 OK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要看後面喔 好那導含數我們都會了 太好了 好可是會了之後我們發現 你只會兩個 我告訴你你只會拿兩個 你會定義 幫你找導含數好 可是每次都要用定義來找導含數 那這樣跟找導數也沒兩樣啊 對不對所以最後我們想要把它變成一個公式了 所以我們要背下來 所以我們背了幾個東西 我們背了一個 cxn次方的微分 導含數就是cnxn-1次方 我們背了第二個公式 銷售常數向的微分就等於0 這兩個東西 OK這樣可以嗎 可是這樣的東西太爛了吧 因為我們都通常給你微分的 極限都可以做適則運算 到微分我也想要跟你適則運算 所以我們微分的適則運算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定義一個東西 如果有一個函數 這個fs它是可微的 那 c為常數 那cfx 它也是可 它就直接c乘上f'x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因為你在微分的時候 其實上面這個可以直接證的嘛 你說你可微那代表什麼意思 f'x存在 好那這個時候你說 我只是在fx旁邊乘上c的話 那請問一下它的微分是什麼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證 那證明很簡單 就是c乘上fx加h 減掉c乘上fs 除以h 在limit hg距離0的時候 你要問我它的答案 因為c乘上fx的pran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我在算的時候我們發現 找這個極限的時候這兩個常數其實 在hg距離0都不關它的事所以它可不可以默默的拿掉 到limit的外面去站著 那都站好之後最後你的答案就c 這個東西不就是在講f'嗎 所以沒錯嘛 所以你將你的函數放大 基本上 你的微分就是將原來的微分放大c倍 就這樣而已 你的函數如果微分叫做f'x 那你5倍的fs的微分就是5倍的f'x 就這樣而已 這是最基本款的OK 好那沒有問題的話那我們要看下面所以我們要開始推廣 好那這個第一個推廣很直觀 那個直觀就是那如果是 不是5倍的fs而是fs加上gs的微分 兩個函數加起來再微分 那你會說就加起來就好了我現在就是不想加 我可不可以說 他們的微分就是他們的微分加他們的微分 可不可以 我現在寫上去就是可以 好但是這個可以會讓你誤以為我的微分竟然是分配率 兩個相加的微分所以每人分一個 對現在看起來感覺像 可是不代表你以後都可以用 因為這件事情你直接接受 你就很容易 把下面這個相成之後的微分 寫成 微分的相成 相成的微分 你就會直接寫成 微分的相成為什麼因為你說 相加微分等微分相加那 相成微分有沒有等微分相成但是沒有 那為什麼上面有下面沒有 因為上面是用定義寫出來剛好有啊你下面這個寫出來又沒有 就不行嘛所以一定要走定義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問 那上面如果走定義的話怎麼證 它其實不會很難證 好所以我們證明第一個第二個就證好了 所以我們就只證一個就好了 所以怎麼證 lin hx 等於 fs 加gs 就這樣而已 我們走定義 那你不是告訴我 h' 你要走求h's對不對 因為你要將加之後微分那就是h's 那怎麼做定義的話告訴我說 就是f hx加h 去減掉h's 除以h 在h去距離0的時候這是定義 可是這個時候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誰啊 這就是把它帶進去啊 就是fx加h 加上誰 g x加h h 我藍色發現那個地方打開就是長這樣啊 老師那你這裡還有一個紅色這個東西耶 喔這個東西就是x啊帶進去啊 那就是fs加gs啊 你現在要怎樣撿 所以就撿fs啊 再去撿gs啊 對啊撿掉這兩個相加那就是撿它再撿它 那我只是幫你重新排列一下 那重排之後你就知道我在幹嘛 下面除了HA 我照除啊 只是我把它分成兩段來寫啊 好啊這個時候我再問你啊 這個對這兩個相加找極限 請問一下這個有沒有極限的 有啊你一開始就說它存在啊 因為這就是f's啊 這是誰 這是g's啊 所以你有沒有得到f' 加g' 收鏈子 有那可不可以試則運算 可以啊所以最後你就得到 它就會等同f's加上g's好 那我先講齁 你一定要先能接受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在h790 這個就是我們h'的定義對不對 這就是g'的定義 那今天兩個相加之後再取極限 那當然就是極限加極限 收鏈子加收鏈子 就可以直接試則運算 所以這個的話對 好到這邊有問題 好因為有這個 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多項式的微分總算可以怎樣 一次擴張出來了 什麼叫一次擴張 好所以這個會真的吼 那減法我就不用講了 OK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回到我們前面的微分 三角函數那個微分的上面這裡 最後一小段話我們把它講完就好 我明明只教你一個小小的東西的微分 一個小小的東西的微分 你竟然可以解決一個寫那麼長的東西微分 理由是什麼 理由就是 這是一個函數 這是第二個函數 你要對於他們兩個相加之後進行微分 我可不可以將它微分 加上它的微分 可以為什麼 因為你剛才已經知道 F相 G的微分等於 F微加上G微 所以今天一大堆 一個一個的加起來 我們都可以把它一個一個微完再加起來 那它的一個一個的微 我們剛才交了 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只交一個一個的微 為什麼可以讓它變成加起來 繼續微 就是這個原因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所以我要講的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交的是單項多項式的微分 導函數 但是為什麼可以變成多項的導函數 是因為我們可以發現 函數的合成 相加之後的微分 可以來自於 個別微分再相加 所以我這邊要講的就是 這個的微分 變成它 把這個的微分變成它 你們兩個相加的微分就是你們的微分相加 在後面就正好了 那 一堆東西我就一堆來做 所以最後常數項 為什麼沒有東西 因為它微分為0 我們在上面的 這裡有講到常數項微分為0 所以後來有一個加0 只是懶惰不邪 OK到這邊有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養成一些默契 就是 導函數啊 我們最後呢 我們現在會找導函數了 可是我們後來會有一些很複雜的導函數 所以我們需要有好幾個動作來完成它的導函數 所以我們就會稱 我們稱這個叫做多項式的導函數 我們就給它叫做微分法則1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我們自己的默契 我們稱這個叫做微分法則1 多項式微分是最基本款的 我們就把它定在法則1 好那微分法則2 我們就定在後面來看一下 好這個是 已經知道的結果 微分法則2 我們定在這裡 相乘之後的微分 我們稱它叫做微分法則2 那將 函數為高次方之後再進行微分 我們稱為微分法則3 好 為什麼要這樣子去定這個名字 它不是字式化的名字 這是我定的 好我定的是因為我們接下來我們會遇到一些比較複雜的函數 要開始進行微分 通常同學就會問說老師這個怎麼微 我就會說你先用微分法則1 再加上微分法則3 你就可以把它微完 你大概就可以去思考這個 這個動作是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加完這兩個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把它講 老師那f相加 的微分等於微分相加 那個太簡單了 所以我不把它當法則 我不把它當法則 就這樣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看一下 老師那相乘的微分為什麼不能直接微分相乘 好原因 從定義來看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邊要一開始來算這一題 這要怎麼微 好所以這個微分呢我們就令 hx 它叫做fx加gs乘上gs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把握 時間 當h去距離的時候 你定義來講什麼叫做h's 你這樣 相乘之後微分就是h要微分嘛 那h's就是它的定義就是 x加h帶進去 去減掉x帶進去 好 那我不用再寫h了 我就直接帶進去了 就是x加h 乘上gs加h 去減掉 x帶進去 這個時候他們的那個f跟g的拉不開了 因為它是乘的 所以我拉不開它 所以 我這個時候只能默默的接受 它被寫成這樣子 好可是它寫成這樣子 其實我們前面已經有一個訓練了 訓練又告訴我說 你不覺得這個 左邊的這個 左邊這個 跟右邊這個根本就搭不起來啊 所以中間最好有一個橋樑可以讓他們緩衝一下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到前面我們有用過的一個小技巧 找一個人來跟他搭配使用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 雖然你們 不能再把f跟g拉開但是我們在f跟這個東西的中間我們塞一些東西進去 所以塞了什麼東西 我塞了一個這個東西 好我為什麼想要塞fs 講白一點我想要看到它剪掉它 可是好死不死他後面撐著它 所以我最好這個的後面也要撐一個這個大 他們兩個就可以提出這個東西 讓他們兩個可以團圓對不對 你懂嗎我在做可以讓 他跟他可以團圓的動作 可是只放這個不夠 你要讓他把這個東西拿出去所以他說我旁邊也有一個這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是不是偷偷給我多撿了這個東西 那目的性很簡單啊 等一下有東西可以做 那你做了就要還人家所以最後要再加 這裡再加一個什麼 注意一下自己不要寫錯字 位置自己要拉好 像我不夠我就要往後拉就好了 自己想辦法 公寓善期勢必先立起起 有沒有聽過 趕快去立這個器 加油 這台電腦好像很紅 現在那個誰 不是那個蘋果庫克他去大陸開會嗎 他用這台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聽說那個會議贊助三次微軟 所以微軟要求每個人桌子上都要放這一台 所以就會造出那個庫克前面放一台微軟的電腦 不是那個蘋果電腦 好啊我這樣子 放進去老師那有什麼好處 好到 有時候我 你可以做到現在你有沒有發現我其實我們都在架存那個架構對不對 所以你想要看到哪一個架構 你想要看到F'的架構那 你不覺得這個 東西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嗎 所以我們開始來默默的做囉 他將這個東西 提出來 默默的沉在旁邊 獨留x加hf 去減掉fs 我做好了 後面呢 獨立 這個東西可以一起提出誰 他們反而提出來的東西是fs 好我寫到這邊我拆開 老師 人家才一個h為什麼你可以寫成兩個 你注意一下我這兩個中間是加的啊所以我們 通分 分母一樣啊所以我們就加在一起我現在只是 把一個分子除以一個h改成 一個 部分的前半度黃色除以h加上 綠色部分除以h 只是黃色有提出一些東西 綠色的螢光筆的地方有提出一些東西嘛對不對我就這樣子做而已啊 但是這樣做的話效果還蠻好的為什麼 因為我還沒有讓極限進來現在我願意讓他進來 因為這個時候你極限已經看到一大堆收斂了 當h曲均引領的時候請問一下他要不要收斂 好 我要講一下 這裡要不要收斂 在gs 這個你要自己要有認知 第一個題目已經告訴你gx可為對不對 所以你存在g' 你存在g' 代表可為可為就有怎樣 連續 請問一下連續的話可不可以直接帶進去 可以啊所以h等於0直接帶進去所以這個叫做gs 你這種意思嗎 很多人都說老師h等於0直接帶進去為什麼 我說因為他連續啊 他為什麼連續啊他說他可為啊 所以可為就連續啊所以 我們一環一環的這樣接下來你腦袋邏輯要有 如果你有疑問你要提出來 我們就會告訴你他跟哪一個環節有關 好請問一下那後面這個東西是誰 他不就在講f'x嗎 加 這個是誰 這個是關我什麼事 我就是我的 他跟h沒關係啊他就去留著啊 那後面這一塊是什麼事啊這一塊就是g' 所以 收斂數列四折運算 每個圈圈都收斂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用你的收斂四折運算你的答案 當然就可以啊所以答案出來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稱這個叫做相乘之後的微分好 給你一個簡單的口訣 相乘之後微分等於前微後部微加上後微前部微 這個比較有背 看上面這個是正丸 上面寫的順序比較好 fgfgfg 那我們就寫 兩個相乘的微分等於前微後部微加上後微前部微的成績 這樣看起來就很帥 很快 前微後部微加上後微前部微 這樣口訣會幫助你記憶啦 當然不是用口訣來證明他的 我們是證完之後我們教你怎麼背而已 請證明前微後部微加上後微前部微的原因 好笑 所以你看 所以他不是分配率他是用定義寫出來最後結果我們再解釋他就好了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已經證完這個 ok我看一下時間 還有10分鐘 10分鐘可以幹嘛 下面沒消化 好我們看一下 什麼明天要拍的東西 但是不要我們看一下 現在發現我們進入落後那麼多 不要跟我講話走開 來 所以現在我們繼續往前看 所以範例6這邊有一題啊我們剛才沒有講 我想這一題大家 看一下應該稍微有懂 什麼叫做f'0 什麼叫做f'1 誰管你啊 我只管 誰是f' 所以先給他微碗 所以先給他微碗 那我們剛才已經得到嘛 一大堆東西相加其實就是各自的微分 s5次方微分就是5s4次 好那同學現在微分還不太熟悉 所以你很容易會犯這個錯我講一下剛才才有人問 5拿到前面去結果這裡就寫s 注意一下他次方會-1 所以他還有4個 你不要瞬間就讓他變1個 OK 再來ax3次方就會變3a 你現在還有2次方 bs 不要以為 那個s 這樣好可憐沒有 你說還是可以留著 不行啦 沒了啦 1-1就沒了啦 好那請你記住還有一個就是 8你也不要覺得 8等下沒了就很可惜 沒了就沒了 他是常數相微分就是沒了啦 就這樣 你不要現在在問我為什麼 我們都證過了對不對 對所以我們已經把它當成一個 一個公式來把它用下來了 好這個時候你再去算f0 f'0是什麼 1啊所以就得到 b嘛 b就等於1啊 那f'1 帶進去就是5加3a 加b 等於0啊他說的 那你再把b等於1帶進去 所以a就等於-2 結束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用他來算 好那 後面這邊的話有一個就是要你練習的就是範例7這個我就不練習了 範例7的練習是什麼他說兩個相乘之後的微分 他想要透過練習來給你看一下他說 你把他們兩個相乘吧 好那就這兩個相乘真的就乘一下請你把它乘開 之後他叫你把它乘開之後微分用 微分法則1嘛多相似微分而已 之後他把個別的微分用出來之後叫你 將他們兩個乘起來看看會不會一樣 答案是不一樣 好那 如果要看原因很簡單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別班已經講完別班都講2-2了 為什麼呢 來這裡 我把他複製過來 因為你班追慢 對你班追慢 為什麼最近會開始錄影 因為太常多太太常有人不在了 對啊不在 你要知道他們回來也說不定還需要 對啊 所以要錄下來 OK 後來也有人說太久沒看到我所以 要錄一下 可是我昨天在剪接 影片的時候我發現我變胖了 可惡 你們可以告訴我啊 可是我會改啊 我回去去 我現在 我要把那個影片上 上下拉一下 好我們繼續 所以這裡就是說我先把 F跟G乘起來嘛 乘起來得到這個答案 我開始微分得到這個 那我把F跟G個別尾之後我發現他乘起來跟你不一樣啊 所以他只是要告訴你這個現象啊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 也就是說你 相乘的微分不能用直接微分相乘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你們班連上去 好所以 所以這不相同嘛 所以我們再練習一下 欸老師那 照我們剛才的做法 我應該是F為 G不為 加上F不為 G為 這樣才對對不對 沒錯啊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F'是誰 你剛才算出來是4S啊 那G是誰 G的話就照抄4A加1 那F'是誰 F'是誰 2S 平方 -5 乘上G' G'剛才算出來是4 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時候答案是多少 前面是16S平方 後面還有一個8 所以就加起來是24S平方 中間這裡有一個4S 後面沒有了 所以加4S 減掉20 這個時候他跟樓上有沒有一樣 就同啦 所以對於一個相乘之後的微分 當然啦 我們把它沉開在尾 這一定是對的 這一定是對的 啊剛才做了一個不正確的動作 兩個尾之後相乘的不對嘛 那我就按照剛才的結果 前尾後部尾加上後尾前部尾 欸 出來答案對不對 欸對了 所以就相同 所以我們在驗證我們那個公式 其實是不用驗證啦 一定對的嘛 我正的 對不對 OK這樣問題 啊你剛才看我們的證明 你不要只有抄欸 你要看懂我在幹嘛 因為重點是我為什麼要想 做那件事情 其實我會想要看到微分的動作 所以那個定義我就把它 要把它看得很熟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剩最後一個 好我知道 我們來背一個公式吧 好 因為加一個我們要證明的是這個法則 欸那N次方之後微分 將一個函數N次方之後微分 老師為什麼要學這個 因為你總不會希望 你下次遇到這個問題 括號100次方 他叫你微分 你真的把我100次方吧 應該也沒有那個密吧 你說老師2次方我還能接受 對我也能接受啊 可是我絕對不會問你這個啊 我問你8次方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說沒關係 對我來講你這就是一個函數 你將這個函數N次方好 我們就看 看成這樣 他的微分好我們先看怎麼背 就跟一般的高次方微分一樣 次方往前0 變成這樣 最後次方減1 但是別忘了你只是對 這一個 括號的可微分而已 我現在如果讓你記的話我會跟你說 你現在只對這個可在微分 裡面的本質你有沒有微到 沒有耶 FS所以最後再乘上他的微分 你說老師你這樣子做 真的嗎好我們要用以前的那個問題好不好 你是不是有一個CSN次方好 我們就看SN次方好了 對我來講 這個殼的外面如果你要將他微分的時候這個N次方就拿到外面去 這個殼的上面就N-1次方 之後請你再對S再微分一次 裡面的東西就是他嘛 他在微分一次 他剛好是誰 1啊 1就不要寫了 有沒有對啊 也對餒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證 這個要證之前我們先背一些東西吧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微積分裡面 微分裡面我們要學會一些技巧 所以你看我們在三角函數的微分 我要你把合角公式把背角公式 拿出來用 那我們在講 前面XN次方的微分的時候 我要你把二向式定理拿進來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 要為這個東西的話我會有需要一點工具 所以我需要你 先思考一下 這個的音式分解 會不會 A的N次方-B的N次方 其實這他國中應該要講一下這個音式分解 可是他用別的東西問了 他用這個東西問 最後上高中的時候他偷偷的問了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偷偷的算一下這個東西 之後猜一下這個答案 最後寫出這個結論 因為我跟你講數學就是這樣啊 有時候你不知道他的答案是什麼 那你就先從小一點的來看嘛 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已經看到規則了 國中寫的時候 好啦我在趕進度所以我 你國中看到平方-平方當然是相加乘以相減啦 可是你在看下一行的時候你就不要把相加放前面 因為A立方-B立方你會知道 你唯一會猜的就是A-B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盡量 開始寫成一樣的東西 好你告訴我這個後面是寫A加B 這應該知道吧 下面這裡是什麼 A平加AB加B平 這你也知道 那下一個咧 你不知道 但我要教你啊 A4-B4等於A平-B平加上A平加B平 A平-B平就猜成A-B乘上A加B 所以整個因斯分解叫做A-B 乘上A加B乘上A平加B平 可是我不想要把它 拆成那麼多項 所以我請你把A加B跟A平加B平乘起來 最後你會得到這個東西 其實後來你會發現 其實我在乎的是前面這個 後面那個盡量不要再拆開了 雖然我知道他還可以再拆開 因為我們從這個的分解 其實你會用到 這個公式做兩遍 4次等於2次再2次 4次等於2次再2次 所以2次-2次 加上2次加2次 而前面那個2次-2次又差一個 一次-一次加上一次加一次 可是我覺得那個不要我們把後面撐起來 因為你在看規則 這個規則看到第5個我們不會再拆了 因為你也不會啦 所以你可以拆啦來拆一下吧 第一個已經拆對了嘛對不對 下一個 一定是A幾 4次 再來A的幾次 3次可是B 跑出來了 A 2次 B2次 A1次 B3次 最後B來個4次 好那你說真的嗎 很簡單嘛 要證明左邊有沒有等右邊把右邊打開就好了 因為你左邊也不會分了啊 所以右邊打開 有沒有A的5次 有可是多了什麼 A的4次B 有沒有剪掉了 有啊對啊你多了我就剪 剪到什麼 剪B的5次 剪不掉 所以就剪B5次 好 但是這樣寫 沒完沒了 所以我們找到規則性了沒 好規則性念一遍 A-B 就對了 然後後面呢 4 3 2 1 0 0 1 2 3 4 什麼東西0 B的0次方 B的1次方 B的2次方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A B在 一個 越來越少一個越來越多 中間都用什麼東西連起來 加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來記錄 Sigma好 休息好了 A-B 我要是這個公式而已 下面等一下我會擦掉 可是你們擦不掉 因為我要留空間我要證明 沒關係啊我不擦了 我旁邊還有空白 Sigma什麼東西自己寫 Sigma可不可以寫C啊 它沒有二相式喔 它只是音式分線 Sigma什麼 A K B 注意下 N-1-K K從0一直帶到N N-1 注意下我寫了 我的0帶進去的時候不是在講這一項 我的0帶進去是在講最後一項 因為我們喜歡 Sigma的寫法是不是一個一個寫上去 所以對A來看的話它是減少不好啦 我們從後面寫回來 對A來講的話 A的0次方到一個A的N-1次方 你不會有A的N次方啦 如果這邊有A的N次方在乘上它 怎麼會是A的N次方 所以我現在幫你寫好 如果你寫那邊有障礙 你在這邊先寫一個5次方的寫看看 你就練習一下好了 那個我們明天要用 所以用它來證明吧 證明為什麼會有這個公司 OK 為什麼這個法則 好那明天繼續 先這樣 好下課 明天就不好不要跟公班講 哪一個 這個嗎 這個嗎 嗯好 你覺得這個東西像什麼 什麼都不像 但是如果它撿一個 那就好了 一點兒怎麼會不要 好 我來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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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